福建平潭海事局21号发布航行警告称 牛山岛沿海部分区域将会开展实弹射击 中午平潭海事局21号接近中午发布了这纸公告 说要在距离台湾首都仅仅165公里 距离南辽宇港就有119公里的福州牛山岛 展开实弹射击军演 航班是由于流量控制导致的被降 就是空中管制 而在军演前夕这指令来得突然 立刻打乱空中交通 多地飞往福州的航班都显示被降状态 多架次航班延误取消或改降至温州及厦门的机场 甚至还有被迫在空中盘旋50分钟 不过这个时机点为何要实弹射击 我们带您回顾一二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前一天释出照片 说一艘美国军舰阿利伯克级飞弹驱逐舰西金斯号 跟一艘加拿大皇家海军哈里法克级护卫舰温哥华号 从公海穿越台湾海峡 10月14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为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台岛南部台岛以东 开展联合力舰2024B演习 再往前一周推 中共在赖总统国庆演说后 也对台展开联合军演 行动接二连三 但真正的目标是什么 中国外交部这样说 台湾问题不是什么航行自由问题 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 挑衅威胁中国的主权 我们跟世界所有的民主同盟国家一样 都认为这是一个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一种威胁 短短半个月内中国对台动作频频 西方国家也予以回应 让台海局势温度飙升 在那里 新闻 东方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